男男女女唱歌跳舞 饮酒作乐 邀约朋友开party 红信嫌疑人担任酒店经纪 经常上传狂欢影片 Whotel闹出命案 死者疑似是他找来的 成了警方追查关键 一群上流阶级在饭店狂欢开趴 挥金如土 不但吸毒又大搞男女关系 仿佛是附家子弟挥霍的写照 这回台湾五星级饭店 郭姓小摩不幸身亡 疑似就是太嗨 服毒致死 案发当天 郭姓小摩在大厅商发口吐白沫 两名男子没叫救护车 匆匆忙忙帮女生披上浴袍 还先退房才离开饭店 救护过程非常可疑 警方掌握两男的身份 发现江姓男子是工厂小开 红姓男子是酒店经理 而当中传出另一名朱姓关系人 他表示只有协助订饭店 其他一概不知 而原本八号下午三点说好 要到分局说明的江姓男子 九号凌晨裁道案 他却公称一切都是红姓男子的错 我只是被邀来的完全没有吸毒 也没有与郭姓女子发生关系 当时两名男子送郭姓女子到国泰医院急救 没有想到在医院留下资料之后 就趁女子转往荣总趁机开流 警方调查郭姓小摩以访客身份 三度进入饭店 但12月7号却身体不适 送医后才发现 他下体肿胀 小腿多数瘀青 不排除遭人性侵 只是目前道案的土豪哥和江姓男子 将责任全推到红姓男子身上 自早已串供 还是刻意避重就轻 警方将进行解剖 厘清所有疑点 就杨周盛 李杰特别报道